一党智库主任朱迪·Zoudi-Marsuki声称 由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纳吉的支持 因此他认为 西蒙不排除会想办法让这位前首相出狱 以让县政府继续得到国阵的支持 朱迪在脸书贴文说 安华领导的政府 实际上依赖纳吉或Boss School名义上的支持 如果Boss School的支持者撤回支持 那安华政府就会垮台 大家都知道 西蒙只赢得了82席 安华严重依赖国阵GPS和GRS的支持 要达到简单多数才能阻隔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GPS和GRS对安华政府的支持 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国阵支持的意愿影响 而巫统最高理事会和巫统代表的支持 主要也是受Boss School的影响 除了阿末扎西河西山穆丁外 巫统的大部分基层支持都由Boss School所控制 据他透露 巫统基层和巫统大会的代表 愿意取消他们之前的议案 即没有安华和没有行动党 并希望安华政府能够找到释放纳吉的方法 他补充说 如果Boss School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被困在监狱里 巫统撤回对安华的支持并非不可能 他提醒 之前暗杀纳吉人格的政党是西蒙本身 甚至从2015年开始 前巫统主席和他的妻子拿听斯里·罗斯玛 就成为西蒙领袖的道具 经过法律程序 Boss School最终因与SRC有关的案件被定罪 还有其他及其与1MDB和审计报告变更有关的Boss School案件 简而言之 现在是西蒙 而不是一党和国盟让Boss School陷入铁幕 现在西蒙领导政府 这个政府的实力很脆弱 要靠我的老板 他说不管喜欢与否 西蒙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让我的老板摆脱铁幕 前首相马哈迪决定退出他所创立的斗士党 理由是因为斗士党退出祖国行动阵线 GTA的决定感到不满 接着 马哈迪近期会与全民共识主席丹斯里·安努亚穆沙会面 讨论马来人大团结的合作事宜 马哈迪连同该党熟理主席 拿督马祖基和经济局主任阿尔明等13人一同联署 将退党性提成与斗士党总秘书拿督阿米鲁丁 根据该退党性 他们是因为不满斗士党与祖镇断交而退党 他们在信函中提及 斗士党与祖镇断绝关系的决定 直接剔除了他们以党员资格继续在祖镇的斗争之路 对我们而言 祖镇的斗争目标是团结马来政党 非政府组织极有原则和坚持为捍卫宗教 种族和家园而斗争之事 在此认知上 我们选择通过祖镇继续奋斗 全民共识组织最高理事 拿督斯里凯鲁丁披露 敦马实际上全力支持安努亚穆沙创立全民共识 以重新统一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的努力 有鉴于此 我也会代表祖国行动联盟与全民共识同在 愿上仓看守 他们料在下周会面 凯鲁丁补充 为了马来人大团结 祖国行动联盟亦愿意将与几位领袖的意见分歧 搁置一旁 包括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他说 如今更为重要的 便是确保能够集合力量和重新团结马来人的目标 成为我国的强大核心 我认为各方都同意马来人大团结 我们需要抛开所有的意见分歧 把过去的事都忘掉 最重要是团结马来人 而全民共识已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 吸引敦马与全民共识合作的其中一点是斗争的平台 因此敦马也强调必须坐在一起会面 若探讨过全民共识的党章 这完全符合敦马最终想要看到的马来人大团结的斗争目标 他指出 这或许是巧合 但安努亚穆沙亦是敦马最腾西的徒弟 所以俩人之间的思维模式相似 并且有相同的方式来应对当前马来人所面对的危机 他说 全民共识是个非政府组织 但在团结马来人方面 全民共识比政党来得更为敏锐和奇效 巫统前萧山区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纳兹里受委委我国驻美国大使而遭受批评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 实际上 纳兹里在前朝政府时 就已经被委任成为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 只是美国方面需要花六个月时间去核实 他补充 若新政府要重新委任 将造成很多的问题 包括耗更多的时间进行委任 他今天出席活动授寻时这样回应 安华说 政府正在考虑收紧法律 以保护国人免受在国外提供虚假工作机会的集团所欺骗 他说 由于诈骗集团成员一般上躲藏在国外 包括在缅甸 导致很多人受骗却求助无门 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 国人则受促提高警惕 别轻易受骗 数字通讯部及警方正在采取必要措施 包括收紧法律 针对慕尤丁早前宣称 反贪会对其女婿涉贪的调查是一项恶意指控时 安华表示 一切交由执法单位负责调查 他说 这是否是恶意 就等调查报告结果出炉 是否存恶意 等调查报告 空穴来封必有因 国会下议院会议将从2月13日开幕至3月30日 财政预算案及两份白皮书是本届焦点 报道称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将为第15届第二季第一次会议主持开幕 及发表施政预词 根据国会网站日历 安华会以财长身份 在24日提成2023年供应法案获预算案 以及首相署 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阿沙利纳提成的 白交导主权白皮书 也将是本次会议的焦点 这次国会会议有新改革 每周二增设首相问答环节 从13日起展开测试 为11小时 但还未敲定为常规环节 另外 本次国会也增设特别议事厅环节 增加动议数量 从两个增至四个